一個好的家居設計 除了要好好規劃室內佈局 和想用合適的傢俬之外 還需要注意各方面的細節 才可以為客戶創造一個舒適的生活居所 就像這個單位之中 客戶希望為小朋友提供一個歡樂的學習環境 品味空間、室內設計團隊因應客戶的想法 在傢俬的細節上發了少少心思 為家居佈置成小朋友的學習樂園 設計團隊善用屋內的每個長身和櫃面 打造成磁性場設計 在傢俬的表面加上磁性的版材 除了可以方便記事之外 同時可以張貼小朋友的畫作和家庭合照等 令這幅本身平平無奇的長身 富滿一家人的回憶 成為家庭生活中最美的記事場 在這裏祝每個家庭復活至快樂 在這裏祝每個家庭都沒有照射 在這裏祝每個家庭的圖 在這個地方也有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